为什么这么说 我和胡千语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之前因为收购 黄浩然股票的事情 心意很生气 让我马上回美国 可我从胡宅出来以后 没有地方去 去胡千语 让我住到他的公寓里面 但如果让大家都知道的话 又会引起不小的是非 我不想让大家再误会我 所以就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不是故意欺骗你的 好了 威玲 我没有怪你 我知道 你一定有你自己的难处 其实 你不用太在意我的感受 感情的事情 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你快不快乐 其他的 我其实都不会介意 等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能够想到我就好了 慕珍 真的对不起 好了 别再说对不起了 那天晚上喝酒的时候 你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听头耳朵都长简了 不知道的人啊 还以为你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时间不早了 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 你请我吃顿饭吧 嗯 走吧 走 我请你吃员工餐 你也太便宜我了 贵也好便宜也好 你的心意我都领了 我喝酒 幸福 我看我 你的心意回看 还有什么 你也快嫩 你还不得不得了 你不要吃我的 你还不得了 我妈妈妈妈妈妈妈这么多 你还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你有电话不用接吗 没事 我听说 环球对数字家庭计划 也很感兴趣 这两年 也很想设计这个领域 其实智能家居系统 应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所以环球想涉足进来 也不足为奇 可是早在几年前 我们恒胜就已经 把它作为了发展的重点 所以已经有了 很深的相关储备 对于这样的技术 我们恒胜已经远远超过了 其他竞争对手 所以环球 够不成什么威胁 怎么了 没事 我们吃饭吧 真的快饿死了 都是你 非说要跟你们一起吃中饭 人家都不想理你 你还让我在旁边 演个巴大的鼓作 是 哦 又老板 我觉得我们应该叫 网络部的人多加几个信号 放大气 不然咱们的信号 可能真的有问题 好好地在餐厅打电话 怎么没人接呢 亏我们还是网络公司 你说是吧 老板 喂 喂 老板 你要去哪 我还没吃饭呢 你先去吃饭 我待会儿 你 哎 哎 您好 您的餐请